說哪些東西比較不推薦大家去買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 呃其實不用擔心就是之後啊可能會不見還是什麼的啊 就是呃怪到會把他另外的剪出來就是PO這樣子 那所以說沒跟到直播還是什麼就是 也不一定要去特別找這一週的直播可以考慮就是直接去看那一個就是剪好出來的那一個影片 然後來看一下這一週什麼東西是比較推薦大家買的 好 那麼我們接下來呢就是先來到這個虛空商 哎呦靠北先來到這個虛空商人那邊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週他有賣什麼好東西的 好那麼首先是我們第一個這個 複資寄生者的這個斑紋外觀喔 這個東西的話基本上就是只能給我們的複資寄生者給就是裝上去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可能喜歡複資寄生者這一把武器 但是你嫌他的這個造型啊應該說大部分應該說是他的紋路啦 因為說這個他其實不會改變他造型 就他上面的這一個材質分布或者說紋路 你如果對於他原本的不是這麼的喜歡的話 那麼你可以考慮就是買這個複資寄生者的斑紋外觀來做使用 那麼再來下一個是我們的毀滅哀族P的這個近戰MOD 那這個騎士卡的話基本上啦 一律就是你有要打中斷的時候 你再考慮去做一個開始購買的這個部分 那我自己是覺得啦 你就算要打中斷喔 哀族的騎士卡說真的啦 欸 有的話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其實哀族比較偏軟 那中斷的話 好吧還是還是覺得你打中斷的話 你如果真的需要的話再買吧 那你如果沒有打中斷的話 那這張MOD的話就不說了 就可以不用去做考慮這樣子 那麼再來是下一個我們的連續衝擊步槍喔 那這個東西的話 欸大家看到網雄這邊有40張喔 就代表他是什麼欸 平常就是可以打到的那種MOD 那這個MOD的話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去我們打夜靈打著打著 他就會慕名其妙噴一堆MOD給你啊 那我自己是不建議新手去做一個購買的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物理佔比的這個 提升的那種MOD啊 基本上我們很少會去用這一個MOD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提升少啊 然後又不是說什麼的 我們通常都會寧願去找一個更好素質的武器來玩 而不會去把某一個素質特別敗歪這樣 那除非說你真的有什麼特殊的想法的話 那麼再考慮去用白金收 或者說另外去農一張 那基本上還是不建議大家在這邊購買這一張MOD 因為他真的很坑錢 那再來是下一張 現在是破滅皮喔 這是現彈槍的MOD 那這一張MOD的話 說實在的個人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的這個現彈槍 他其實欸算是蠻強的啊 就也蠻強勢的這樣 因為說從以前其實現彈槍就還蠻強勢這樣子 那尤其是射線類武器 其實大部分啊就是好用的 像什麼換離子啊 可能通常都是會是在現彈槍裡面這樣子 那我們現彈槍如果要打這個傷害的話 通常就是這種 要嘛就是存儲發要嘛就是這個暴敵啊 那暴擊的話我們通常這個暴擊傷害 通常也是會直接用這個破滅皮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蠻推薦就是大家這一張MOD 是最最優先購買的一張MOD 那除非你沒有玩現彈槍這樣子 那再說吧 然後再來是下一個我們的極動控場P喔 極動控場P呢 這個MOD他雖然是現彈槍的一個P版MOD啦 不過說真的 我們如果真的要打傷害的話還是幹嘛的話 通常還是會建議比較就是配個腐蝕火之類的 就是可能是我們的這個觸發 觸發毒加這個電P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烈焰這樣子 然後去組一個腐蝕火 或者說你直接是一個腐蝕配上去這樣子 那主要為什麼會不去配我們的病毒呢 那有幾個原因啦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現彈槍他 那這個類型嗎 可以怎麼講大部分那種射線類武器的話 通常都是會直接打這一個腐蝕火這樣子 那你如果真的要用到病毒切的話 可能是像一些 欸我想一下有什麼槍 可能他本身就是觸發比較高的那種 然後要在哪裡 然後本身爆擊又比較高 然後搭獵的戰備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可能才會去打這個病毒切 那這個病毒切的話 這個極動礦場P說真的 欸有好有壞啦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啦 他的優先程度應該會比我們的這個破面P低 然後會比我們的電P低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其實要打病毒切的時候 然後我們不管是用這一個雙金或者是說一金一個P板的話 其實效果是差不多啦 那用一金一個P板的話 通常來說直傷會比較高 然後就是反正這傷害會高一些就是了 那自己正做考慮吧 那我自己是覺得還是優先買破面P 然後第二個優先再去買這個極動控場P 好再來是我們這個零金三月P式喔 這個東西的話自己喜歡的話再買 那不喜歡的話就算了 那再來是我們的零金格拉卡達 這個武器的話基本上啦 我們還是可以先把它當成3000經驗啦 如果你是這個在衝30段 或者是說你要衝傳奇啊 反正就是你基本上你的這個 呃商店官方商店 或者是說這個氏族的這些東西 你基本上都已經練完了 然後你還沒有到30段 或是說沒有到達你的目標的話 那麼再考慮把它買下來 那新手的話要練段位等級的話 則是不建議去買這個東西啦 因為畢竟武器也610度卡的金幣 然後他還只提供你3000經驗 那我是覺得你還不如先買一些 有一丟的沒的就是比較重要的 或者說你比較喜歡的裝飾買一買之後 然後再回來考慮買這個3000經驗來用 好再來是我們這個調色盤喔 調色盤基本上個人就覺得 啊一定要買啦 因為這樣子你買了之後 你要做一個顏色搭配的話 然後用起來會比較好用一點這樣子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沒差的話 也是可以考慮不用買這樣子 再來是我們的量子切割器 機兵外觀 其實跟我們的複製寄生者一樣啊 就是你有對這把武器特別有愛 然後討厭他原本的紋路 或者是說材質 或者說他的這個顏色分配的話 那麼可以考慮買一下這個機兵外觀 再來是我們的零金馬蟹特喔 這一把武器的話說真的啦 嘖 他的本身素質不錯 但是他還算是3000經驗 那至於為什麼他會說他本身素質不錯 然後他還是3000經驗呢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砍刀類武器 說真的 他其實現在就是被海波單劍跟那個圖什麼的 那一把卡爾的武器 我想想不起那把武器叫什麼名字 通常現在就是被這兩把給佔據 就是一二這樣子 應該說這兩把比較強勢就是了啦 那如果針對要再往下的話 可能就會考慮用到我們的馬蟹特王魂 那再往下才會到零金馬蟹特 也就是說他前面排的三個就是比較強的砍刀 然後再加上砍刀這一個系列 說真的 我自己是覺得他手感很好用 但是可能大家並不是那麼覺得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對零金馬蟹特 這一把武器這個名字特別有愛的話 再考慮把它買下來 不然說真的這一把武器的話 可以考慮就是跟零金格拉卡塔一樣 就是當成三千經驗 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你要30段要衝斷的時候再買這樣子 好 再來是我們這個鍍銅外觀 這個Archwin的鍍銅外觀 我自己是覺得啦 呃 跟前面的量子切割器跟這個複製繼承者一樣 就是你如果特別喜歡歐甲的外 歐甲的這個飛行器 然後再考驗他的這個紋路啊 還是材質的話再考慮做購買 但是呢 呃 Archwin他其實有另外一個造型 他在這個奸商也會拿來賣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覺得可以考慮啦 你如果真的覺得Archwin太醜的話 可以蹲蹲看那個造型 因為那個造型的話 他其實是全部的Archwin甲都可以用的 就是不僅限於你歐甲或I甲 或者是一些A甲 或者一些有的沒的其他的這個 Archwin飛行器 那如果你單純要買這個歐甲的外觀的話 也不是不行 但是 我是不建議啦 好再來是我們的小丑不朽外觀 自己是覺得這一個還蠻好看的啦 那如果有喜歡這一個 呃小丑的這個不朽外觀這個紋路的話 那可以考慮來買來用一下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庫柏的那個什麼 林金洛斯塔姆庫柏護甲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喜歡的話再買 那你如果沒有在用狗啊 或是說你不喜歡的話 那也就是比較不建議大家去做一個購吧 不過說真的他好像有說 下次要把庫柏的毛髮變毛茸茸 還是現在已經修了 我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是沒什麼在用狗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初買了 可能是當初看這個還蠻好看的 然後想說買下來之後 發現到自己原本有更好看的 好吧我忘記了 反正這個我是覺得啦 你有在用庫柏的話 或者說你真的讀卡的金幣多到沒地方花的話 再考慮回來買這樣子 再來是我們的林金洛斯的符印喔 這個符印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這個 左上角這個地方 就是你有在用的話 再考慮買這樣子 那再來是我們的藍色 blahblahblah 烈油K字懸浮板塗鴉 這個東西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滑板的塗鴉 對那這塗鴉有什麼用呢 哎呦 就是當你在用滑板的時候 炫特技的時候 他右下角會跳分嘛 他跳分會顯示這一個圖示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無聊到在那邊玩滑板 或者說你在玩這個水妹 那你覺得他那個圖示不好看 我其實不知道水妹可不可以裝欸 反正我自己是 只有在裝這個滑板上啦 那就是你如果喜歡這個圖示的話 然後你無聊在這個金星 或者說在一些開放世界 想要玩滑板的時候 然後覺得你的右下角太醜的話 那麼可以考慮買來摔一下 好 下一個是我們的卡牌紮庫 卡牌紮庫這個東西的話 有收集卡牌的人在買吧 沒收集就算了 然後這一些是格雷斯的套裝 這個東西的話喜歡再買 就是跟我們前面那個什麼不朽外觀 三月皮士一樣 那麼再來是我們的馬桶 什麼裝備 喔喔喔 這是掃帚啊 掃帚這個掃把跟掃帚啊 那如果有喜歡的話再買吧 那沒喜歡的話就不用買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欸是我們的這個飛船裝飾啊 不要想說欸買了 然後不知道放在哪裡喔 這是飛船裝飾 只要看到這邊有消耗空間的話 就是我們的飛船裝飾 再來是我們的蒙面者的經緯一號船圓服 那這個東西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的指揮官的這個 造型啦 那想要把你的指揮官變成C族船圓的話 可以考慮買一下就是了 但是他這一整套買起來非常貴啊 你要cosplay成C族的船圓混入C族裡面的話 呃 需要有一點點的資本啦 再來是我們的四刃杜頭外觀 欸就是跟前面一樣 欸喜歡這一把武器 然後覺得他本身的紋路啊 還是說這個顏色分布啊 材質啊覺得不好看的話 可以考慮買一下這個鍍頭外觀來用 然後我們印刷羅斯之殺藍圖 這個就是我們要打普版殺甲的這個系列任務 要記得要打之前你必須要做12個小時 不要忘記了 不要想說很開心買了 然後就欸要打 欸幹啊怎麼還沒有做 好再來是我們的仙子之金換完 這個東西的話基本上就是 欸新手如果想要一些特效的話可以考慮用啦 就是在這一個旁邊在飛的這個東西啦 那他只有15個杜卡達金幣 其實蠻便宜的 可以考慮收集一下這樣子 好 那麼再來呢欸就是稍微給大家看一下那個不朽外觀啦 畢竟他都講到不朽外觀 順便看一下那個亞瑞里能不能裝好 先看一下不朽外觀 好那不朽外觀大家看到其實是蠻熊自己本身就在用啦 那他原本的話他應該是長這個樣子啦 欸可能要另外挑一個 另外挑一個沒造型的 嗯另外挑一個沒造型的啊好吧 預設 這個預設全部預設 OK全部預設 好 那麼基本上呢我們不朽外觀他就是 欸不朽外觀他就是長這樣啦 不過我們如果在P版甲的話千萬細節的話 大家看到他其實是變得還蠻好看的啦 我自己是覺得啦 就是看個人啦 欸 野生的羚羊出現了 然後我們的亞瑞里的這個 好吧他不能裝那個看來我們沒辦法弄的 不過我不知道如果把這個塗鴉 裝在 這個 滑板上然後亞瑞里滑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或許有用吧 如果有用的話那如果覺得 如果在玩那個亞瑞里的人 可以考慮買一下就是了 喵 早安早安 欸不是應該是晚上好 呵呵 送的那張光環是新卡嗎 對啊那張是新MOD 但是他好像沒有什麼用欸 他有點像那種 呃 煩惱還童加能量紅西 然後效果組合在一起 然後除以2 我是覺得那個感覺 新手啦 應該會有些用處啦 畢竟他能夠幫助你回血 又可以幫助你回能量 那新手沒有回能量 跟回血手段的話 裝那個光環的話 就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是 玩久一點的人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欸那個光環就沒什麼用了 那如果真的要 他們 4個人一起裝的話 啊為什麼不直接 裝2張能量紅西加2張煩惱環桶就好了 裝那4張那個是啥小 呵不是啦 總之我是覺得那個MOD 應該是給新手用的啦 通常我們要用的話 應該也不會去用那個MOD 就死了 可能我們就是 用個 煩惱 單純煩惱環桶吧 或者說 加上我們就是 直接用能量紅西就好了 不過通常現在能量紅西 應該也變弱勢了啦 因為說真的有那個能量連結 自己專 還有一堆有的沒的 那個移動式均衡點 然後還有一些有的沒的充沛 都解放了 基本上能量來源在這個版本來說 非常好取得啦 那回血手段本來就夠多 所以說真的 不到萬不得已的話 現在來說 能量紅 能量紅西跟這個 煩惱環桶 用處真的比較少 在鬧欸 Cheers 我覺得那個真的 說真的啊 他感覺就是給新手用的 因為新手有那個其實 前面會好過一些些啦 不然說真的我們前面 新手的時候沒辦法回血 然後很痛苦 然後能量的部分的話 雖然說平常就會有 怪掉能量 不過 多了一個被動 好啦 還是有一點幫助啦 不過說真的 我是覺得 如果 如果新手的話 我覺得煩惱環桶 直接送這張應該會比較有用 就是欸 因為回的量比較快就是 那回能量的話 倒是覺得還好 然後 剛剛已經看到吧 大家有看到吧 這個我們的這個 呃 特技表演在亞瑞里上面 他是不會顯示的喔 所以說如果剛剛那個想要買的話 就是欸可以自己考慮 他只有在滑板上有用 我們亞瑞里這個沒屁用 我們亞瑞里這個沒屁用 這滑板 欸他要不能在這邊啟動 好吧 應該是給這次iOS新加入的 真的我也這麼覺得 應該就是給iOS新加入的 現在 欸我其實 我其實不知道他是送到什麼時候欸 他是 從現在開始 只要你 只要你加入就會送嗎 還是怎樣 還是送到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我是也 我好像沒有特別去看到那個公告就是 反正 莫名其妙那一天 iOS可以開放的時候 就 欸對我 莫名其妙打開Warframe 然後他就欸 那個你好 我有一個錯誤 可以原諒我嗎 然後我拒絕 你送什麼爛東西 不是啦 我是覺得 那個真的 好啦就是一個新手光環啦 但是 比起能量來說 嘖 或許啦 或許新手需要回血的效果 沒有到這麼大啦 這也有可能 因為我說真的我已經有點 忘記當初到什麼 但是我只記得就是 嘖 新手真的 回血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 新手通常還是會建議 用這個盾去扛傷 去做一個生存手段就是了 那我這幾天好像要上線領一下 欸領一下 好啦有種比沒有好啦 如果真的 不過說真的啦 就是收藏用啦 不一定會去做一個使用就是了 真的會做使用的話 說真的很看個人啦 欸 我們講完差不多了 那我就要再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弄什麼吧 剛剛就過來示範一下 這一個 滑板沒辦法這樣子 就是 欸 它不會顯示 它右下角只會顯示一個 白色的 畫住這邊 可能這邊 這個地方好像有點難 破100分喔 有啦 還是 還是可以100分啦 只要用那個 瞬間再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超過100分了 好 欸 話說羚羊剛剛好像跑進來了 然後好像又不見了 神奇的羚羊 說來就來 說不見就不見 嗯 是